中国南篮作为亚洲篮坛霸主 自从失去姚明之后,统治地位不再那么稳固,尤其是在亚运赛场,上次夺冠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 一晃过去8年,中国南篮终于再次站上亚运决赛舞台,对面是4年前,曾把他们当在4强之外,创造亚运队史最差战绩的伊朗队,此番面对愈发老迈的哈达迪、巴赫拉米、达瓦利等伊朗元老级明星 中国南篮的小伙子们年龄优势非常明显,他们在次节一度落后16分的情况下,在下半场强势逆转,靠的就是成功抓住了伊朗南篮老将们疲惫不堪的机会 最终以84比72夺回阔别已久的亚运会冠军,只是带领南篮完成大反扑的,不是目前唯一的NBA球员周琦 也不是跟NBA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王哲林和丁燕宇航,而是纪念上升市投讯吗? 已经登陆NBA季前赛的中国字母哥阿布都沙拉木,身形依然销售的周琦 在内线对抗中全面被哈达迪压制,他的劣势比当年的伊建林还要明显 虽然周琦全场砍下15分,但相比哈达迪的27分依然是杯水车薪,而且考虑到周琦15分里至少有9分都是3分球打进的 他在内线进攻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半场球队落后时,主帅李南甚至都气得在战术不止中狂喊 周琦往里走,往低位打,可周琦在进攻端就是不为所动地挑在外线等球 几次浪射不忠后,大笔分落,后的中国南篮一度被逼到崩溃的边缘 关键时刻,中国字母哥阿布都沙拉木挺身而出 他在伊朗人不可一世的内线防守面前,连续三次强硬地突破得手 瞬间帮助球队找回了士气,更保住了夺冠的希望 不仅如此,球队局势稳定后,他还频频外线发炮,拿到全队最高的20分 彻底浇灭了伊朗人妄图反托的气焰,阿布都沙拉木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他总能成为拯救修队,于水果之中的戾气 首战菲律宾,中国南篮就在下半场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靠着沙拉木的几次单打稳住了局势 只是后面对阵哈萨克斯坦,东道主耶尼和中国台北三只弱旅 并不能显现出中国字母哥的价值 相比同为小前锋的丁焰宇航,阿布都沙拉木的效率简直高的可怕 丁焰宇航32分钟内一共才拿到9分 而字母哥23分钟,就贡献了全队最高20分 可以说本次大赛,收获最大进步也最大的就是阿布都沙拉木 甚至有网友开玩笑,这样的表现难道,没有NBA球队联系一下吗? 而对于急需在火箭确定轮换位置,即将随独行侠参加期前赛的丁焰宇航 以及被灰熊选中,却从未登陆过NBA的王哲林来说 他们的风投在这样一场关键战役中,几乎被彻底掩盖 在后浪推前浪竞争激烈的篮球世界中 如果他们无法保证稳定持续的进步 真有可能在未来不远的一天 很快就要被原本落后明显的沙拉木超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